只有学会爱自己才是漫漫的开始 我觉得要认识自己 然后去接受自己 然后接受自己的同时去爱自己 自由是什么 自由就是你孤独的战略 不依恋 不惧怕 爱自己才是快乐的第一名 我觉得女孩要学会给自己松绑 就是把所有这些跟你无关的东西全都放掉 你只要去考虑你是谁 你想要什么 什么能让你快乐 他说只有快乐啊 运气才好 大家一定要自信起来 中国人不太会爱自己 其实每个人本性的话肯定都是爱自己 爱别人也是为了想让别人爱自己 这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讲究的是奉献牺牲 这个体系下 他们会要求我们每个人牺牲掉自己的那些欲望的部分 为了那个大景去服务 我是一个真的非常爱自己的持人 不会因为别人觉得你这样做自私或者过分 我都不要 我就是要 我就是非常善于自己争取 你只有自我满头了你的底层欲望 你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只要努力 你只要尽力 你都能活得非常精彩 被萨贝宁说的话 这种破坊了 追星 其实你是在追自己 你其实最终追来追去 你追的是自己的影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 而现实并不那么完美 但是你看他 看那个目标 看那个样子 他就是我想要的样子 但其实最终投射到自己身上 你是希望自己未来 能够像他一样优秀 像他一样成功 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 鼓励你们的目标 最终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你去爱的人 除了父母 是你自己 让你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了解别人 不要忘记了解自己 我希望很多的女孩子 能够听下这句话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茫茫人海中 去了解别人 看别人的脸色 做人 寻找对别人的一种了解 最忘记的事情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了解 你要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是谁 不要害怕别人说你自私 自私是一个非常坏的词语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如果你对自己的不了解 他就无知当中最高的一个境界 这是最最可怕 是吧 了解了别人 了解了自己 才能了解所有的人 保持一些顿感力 便是保护自己的能力 我特别喜欢日本作家 杜边淳一提出的一个词 叫顿感力 这种迟钝的力量 也可以被理解成心大 一个演员呢 必须敏感 因为要努力地打开自己 去感受人物 体验角色的生活 但同时也必须具有顿感 因为有韧性 才能走得更长远 要吧真的有在好好爱自己 未来你会看到 这个真实的世界 希望你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后 依然热爱它 依然对它充满好奇 我相信只要勇敢去追 并且勇敢去想 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 最想要的 在你还没有来到我的身边之前 我会好好生活 我会好好加油 也会好好爱我自己